向南发现河翠凤卖给大家的水管也是质量非常差的便宜货,导致地板都被泡了,心里很不高兴,他觉得杨晓云越来越像他的妈妈了。 青春励志小说《奋斗》,作者石康正在播出。 在青岁乌托邦,华子和猪头都喝多了,桌子上摆了很多的空酒瓶,华子看着有一帮唱着跳着的小孩说, 哎,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,你真不认识啊,真不认我可报警了,一帮小屁孩不在家好好学习,在这儿下几什么梦啊。 得了得了,让他们闹吧,都是露露找来的,哄人家他脸上也吓不来啊。 听了华子的话,猪头猛一抬头,只见露露正小脸飞红地扭过来。 诶,露露,这人也挺漂亮的,哎,你弟呀。 露露只是亲了一下华子,喝了一口华子杯子里的啤酒,然后跳着舞走了。 华子看着她的背影说, 傻点装嫩啊,就跟这帮小孩比啊,她是骨灰级的女混混了。 哎,我告诉你啊,那唱歌子看见没有,那是她的前情,俩人没准现在还暴断思连呢。 真的,那你还不大嘴巴子把那个孙子给抽回牌去? 别啊,人家是我们请安凑热闹的。 在向南的房间里,向南和杨小云一人手里一块破布,一烫烫地擦地上的水,又跑到洗手间把抹布拧干。 终于,杨小云把破布一扔,说, 哎呦,累死了,差不多了。 哎呀,回头打开门窗,通过风,水干了,地板也就下去了。 那可不一定啊,我妈找的这地板,说不定是人家泡过然后给退回来的。 那我就只能认了呗。 哎,咱出去看看吧,外头那么热闹。 向南忽然一把抱住了杨小云。 小云,小云,我想你。 杨小云直推向南。 那你干什么呀你? 向南想亲杨小云,又一次被推开了。 你疯了手,你别碰我,你离我远点,你讨不讨厌呢你。 小云。 向南,想你听着啊,我来是为了参加你们的乔天之喜的,我不是为了跟你搏斗来的。 对不起啊。 向南,你什么时候计划把自个儿变成强签犯呢? 哎,怎么这计划不早几年提到日程上来啊? 杨小云,我跟你说啊,你老折磨我什么意思啊,我告诉你啊,我要受不了我就会改主意,而且改得很果断。 杨小云一拉门,我希望你快点改主意。 向南想说什么,杨小云走出来一拉他。 赶紧啊,出去了啊,给你关这儿,人外头不知道怎么说咱俩呢。 在外面,又一波小朋克冲了进来,乐队把声音调高,猪头受不了走了。 陆涛一干人等,只好全部撤到了小花园,花子很兴奋。 人越来越多了,把他们的饮料、饺料、自助全给吃光喝光了。 哎,你来,怎么回事啊,现在你们这浪费怎么变成公共场所了? 哎,是啊,这些人都哪来的呀,太烦了。 这个时候,究竟露露都跑出来了? 里面实在是太乱了,吵得我耳朵都疼。 哎呀,反正我看这客车啊,是不是他们给占领了? 都怪大海,他怎么弄这么多小孩来,还当着我的面,跟一小姑娘调情,他也不看看自己合不合适。 孙大海,还不是你给找来的啊? 你呢?你找来一俗人管我叫服务员,讨厌。 哎,这俗人刚才可爱夸你漂亮的。 我招待惹他了,他凭什么夸我呀? 陆涛一看气氛不醉,赶紧打岔。 哎,向南,你们俩刚才去哪儿了? 哦,跟他屋里商量事了嘛。 那你们破定从小孩那傻你们商量的怎么着了? 我们,我们一直在破罐破摔。 杨小云一直向南,你,你就一碎人。 大家笑了,陆涛提议, 等会儿咱们出去吃饭吧,我有点饿了。 好好好,我积极想应,我也饿了。 哎,你们准备的那自助餐我都没吃着。 哎呀,我觉得咱这新屋落成典礼啊,忒失败了。 哪有客人醉醺醺醺的在外头使劲享受? 房主关在小黑屋愁眉苦脸的。 走走走,咱呀,出去吃饭。 大家从小花园里出来,向外走,只见孙大海唱得更加的卖力了,下面的人也跟着一起唱,是狄克牛仔的《爱如潮水》。 向南边走边听,忽然被打动了,他站在门口对着杨小云激动地唱着最后的两句,正唱着呢,被杨小云粗暴地推出了门。 乌托邦的建成,把几个单身汉的生活,推向了一个高峰,也许是最高峰,他向一块巨大的瓷石牢牢地吸引住这些年轻人。 又一个星期日,楼涛坐在了乌托邦的咖啡吧里,脚架着一张椅子,看着米莱带着灵珊在二楼参观房间,手里打着电话。 哎,那个向南,有件事我得报告你。 正在商场里买衣服的向南赶紧问。 是不是来姑娘了啊? 对,你那个梦中情人来了。 不是吧,这脑都不相信我的耳朵了,临山来了。 是啊,你看,别再败坏钱买衣服了啊。 向南试完了衣服,走到收款台前,拿出了卡。 忽然在维方的一幕幕悲剧再次闪现在她的脑海中,她决定不满了。 临山是被米莱勾来的,米莱觉得这地方只有自己一个女的,性别上不太平衡,于是邀请临山来参观。 临山以为是一个小别墅,就带来了一块真丝地毯当礼物,又漂亮又黄,可是铺在地上实在是小得可怜。 哇哦,这个房子好大哦,米莱往楼上一指,我们还有空房呢。 没法,还有两间呢。 不行,我也要搬过来住。 行啊,我们这儿,欢迎小灵仙。 住到这儿来的人啊,都是心碎过的人,你碎过吗你? 米莱姐,小灵仙的心也碎过的啦。 临山说着,对陆涛夹了眨眼睛,把米莱和陆涛都逗笑了。 尽管向南故意不去想临山,但是他的脑子自己就想起来了。 他不知道为什么很兴奋,从商场飞车冲回了乌托邦,一进门就大声地嚷嚷着。 朋友们,我回来了。 陆涛等三个人,这个时候正走在楼梯上。 陆涛一直向南, 小灵仙,往那儿看。 临山一抬头,大声地叫, 哇,向南哥。 只听啪的一声,向南踩中地上那块刚刚铺上的真丝小地毯, 横着就飞了出去。 上午,精品店里顾客很少, 杨小云一个人坐着,无聊的发呆。 和水发疯风风活活走进来, 走到了杨小云的面前。 哎,小云,你张婶家那一老儿回话了, 人挺痛快的,说找媳妇就要找你这样的。 妈,我不是说了吗? 那人啊,我不待见, 长得五大三粗的,穿件西装, 还是三年前西班的甩货,都什么呀都。 哎呀,人家还想跟你发展发展呢, 够发展。 人家可在七家商场有柜台, 今年那车都换成宝马了。 您就这么跟那张婶说吧, 她人要换成一大明星, 我就答应。 哎呀,小云, 那你说句清楚话, 你到底要找个什么样的呀? 比向南强就行。 妈给你介绍这几个, 哪个不比那向南强啊? 再长点, 越长越好, 我非得给气死她。 就在这个上午, 灵珊的房间装修完了, 她带来一个箱子, 把东西一件一件地摆上, 还往墙上贴了很多自己的旧照片。 晚上,向南下班回来, 听说灵珊已经搬过来了, 她完全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, 脱了西装, 换上件休闲妆就去敲门。 灵珊开了门, 直叫她相哥哥。 这话叫得向南心里甜极了。 向南搓着手, 中看西看, 哎呦, 喝,喝, 全齐了啊。 傅家你的品位还真是不一样, 小房间里到处是淡绿色和淡黄色, 还有补香味, 搞得跟日本女孩的小闺房似的。 灵珊还真玩出一个日本饭, 说着, 是啊, 从今天开始我就住在这里了, 请多关照。 向南趴在墙上看照片, 灵珊则是大大方方一一的介绍。 嗯, 你看这一张, 这是我小的时候, 这是我爸爸还我妈妈, 你看, 我妈妈漂亮不? 漂亮。 人家都说, 我妈妈长得比我还漂亮嘛。 哦, 我觉得不如一类型啊。 哎, 你看, 这是我在毕业舞会的时候穿的裙子, 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都不舍得丢掉的, 带到香港, 又从香港带到上海, 最后带到这儿。 你看, 在这里, 漂亮吧, 好不好看。 灵珊从衣柜拿出一件礼服裙, 在身上比了比, 这可把向南给缠坏了。 好看, 真好看。 看完灵珊各个时期的照片, 向南心里简直就被他给迷住了, 他坐到了灵珊的床上。 哎呀, 灵珊, 你怎么不留在美国啊? 不喜欢啊, 最早我去学校的时候, 我骑的是一辆单车, 结果没有人愿意跟我做朋友。 后来, 我开了一辆宝石节去上学, 同学们立刻就主动跟我交朋友, 好多学校的社团也请我参加, 周末的时候, 学校里的帅哥都来约会我, 真无聊。 哦, 向南一下觉得和灵珊之间的距离变大了。 他站起来, 走到墙边, 抄起了一根高尔夫球具, 在手里画了画。 我刚刚学会的, 向南哥, 你打得好不好? 我啊, 我不会, 我看这玩意儿, 当拐棍接不接着。 向南哥, 你可真会讲话。 小叶, 这个时候, 门外传来华子的叫声, 向南, 大南, 别跟着灵珊耍流氓了啊, 走走, 吃饭你快点。 陆涛坐在灵珊和米莱中间, 灵珊的边上是向南, 米莱的边上是华子。 大家边吃边说着话, 华子正在打电话。 来吧, 吃点东西再睡, 我们都等你呢, 得了吧, 你一点都不胖, 瘦得跟随时要抽筋似的, 看看, 来, 再吃点, 赶紧赶紧的, 我们等你啊。 华子放下电话, 看到大家都在看着他, 华子说, 那什么, 露露, 一会儿就过来。 华子, 我觉得你和露露的事, 趁今儿晚上定了, 就得了。 不是, 我和露露有什么事啊? 哎, 你不真诚啊, 太不真诚了。 怎么了, 我怎么了? 你和露露耗这么长时间, 你都快把人家号成妇女了, 依我看, 你们俩挺合适的, 等什么呢? 其实这事啊, 也不全是我主动, 露露吧, 她主意挺多的, 主意那也是小主意, 华子我觉得, 如果你要是坚决点, 我怎么坚决啊? 你求婚呗。 对, 女人啊, 最喜欢的就是正式求婚, 我到现在我都没碰到我这种情况, 米莱说完, 白了, 陆陶宜。 米莱啊, 我觉得你怨妇的挺厉害啊, 看来是被有些人揍得够呛, 米莱立刻装出一副忧怨的样子, 是啊, 少女变大嫂, 早恋变单身, 文蜜变老总, 一失足成千古恨, 那你恨谁呀? 米莱又白了, 陆陶宜, 还我青春。 娃子最想难说, 没法, 欠债还钱, 至于你, 陆陶, 欠青春, 还青春。 哥们儿也有过那青春的, 谁还哥们儿的呀? 还什么都行, 就是不能还你青春, 还了你, 你就拿来欺负人。 华子偷上去, 哎, 说说说说啊, 我就特爱听这其中的缘由。 他, 他, 他一副老实单纯的样子, 骗得人家一愣一愣的, 整个就是混蛋一个。 米莱越装越来劲, 逗得大家狂笑, 而向南呢, 则是一副主持公道的样子。 混蛋, 辜于混蛋, 那人家米莱青春, 也得还。 米莱, 还给你, 我也不放心呢。 你听到这话, 大家有点恶心了, 就呦呦呦呦呦呦的, 说个不停。 陆涛接着说, 结果还不是再次受骗上当。 反正, 我不再上你的当了。 那还不是一样啊。 不一样。 两个人逗着嘴, 大家笑了, 凌声推了推向南问道。 诶, 向南哥, 你们都在说什么呢, 我听不懂诶。 唉, 他挺大俏呗呗, 我告诉你啊, 这俩人以前还初恋情人呢。 啊, 真的呀。 怎么样, 这关也够乱的吧。 哦, 本来是这样诶, 真的不知道, 没有看出来。 服务员又端上了一个汤, 你来打了一个哈欠。 哦, 啊, 行了, 吃饱了, 矿了。 哎呀, 我也饱了, 咱先撤吧, 服务员, 麻烦您跟那个特幽怨那女老总, 跟她结账。 滑了一看, 见识不妙, 别啊, 别走啊, 我说不叫露露, 你们飞叫。 看, 最后弄的孩子, 我等她。 你来一边结账, 一边说, 哎, 华子, 你有点责任感, 行不行啊? 你以为你还青春少年呢? 玩完电油, 你就回家睡觉了。 得了, 我们回去等你求婚成功的好消息吧, 啊。 对, 华子, 就看你的了啊。 行行行, 你们等, 我也等, 我等, 我等, 我等等等。 大家分头散去, 华子对服务员说, 那个, 把这点菜带着热了。 服务员端着菜走了, 华子想抽烟, 拿起桌子上的一盒烟, 烟盒已经空了。 露露进来的时候, 只见华子一个人坐在桌边上, 手里还拿着一只廉价的玫瑰花。 没有吗? 他们都走了。 哎呦, 饿死我了, 我正饿着呢。 服务员, 把这些菜也就热一下。 服务员走后, 华子看了露露一眼。 你看我干什么呀? 这花是给你的。 为什么? 你先接着呗。 一点香味都没有。 这不是马路边上买了吗? 三块钱一根。 怎么着, 有什么好事吗? 没有, 还那样呗。 你和猪头找到项目了吗? 我不是正找着呢吗? 哦。 华子看着露露专心的吃饭, 露露也不主动说话。 过了一会儿, 华子咳了一声, 也猜猜, 我为什么送你花啊? 不知道, 猜不出来。 华子有点紧张, 东瞧西看。 你说呀, 为什么要送我花? 这话应该怎么说来的, 这个, 露露啊, 这么着, 你要是没什么别的打算, 你就跟我算了。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, 怎么听不懂? 华子在身上摸来摸去, 好容易把烟给找到了, 点着了。 我的意思是, 要不, 咱俩结婚得了。 为什么呀? 反正, 人人都得结婚, 咱俩这么多年, 吃根吃底的, 是不是挺好的吗? 你不是一直不想结婚吗? 这不是我这帮朋友劝我吗? 露露正要说点什么, 服务员把热好的菜给端上来, 露露忍住了。 服务员走后, 华子问露露。 你觉得怎么样啊? 露露想了想, 刚要说话, 服务员又端来了一盘菜, 露露收住了。 你什么意思啊, 你有什么意见? 想。 回到了乌托邦, 大家各回各屋, 露露看了会儿书, 正要睡觉, 敲门声响了。 向南给灵珊发了一条短信, 说喜欢她, 而华子呢, 在众人的创作下, 准备正式, 向动怒终魂。 青春励志小说, 战斗, 作者石康, 演播, 小曾, 卢迪。